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了按那只戴着结婚戒指的雪白的手 似乎在为自己母性的贪心请求原谅 如果能信的话 我是不会赶过来的 但是没有我的这个小妇人 我过不下去 简直比不上一只 没有封的 封信机 当他顿住了下一个合适的比喻时 周提示道 自从泰迪回家以来 周又变回那个活泼的自己了 正是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 Amy总之让我指着正希 只是偶尔吹上一口气 使我转向南面 而自从我结婚以来 还没有嘲笑过东方呢 我对北面是有所知 但总的来说还是 和风不变 有意健康 哦 我的太太 迄今为止天气 依旧还不错 我不知道还能保持多久 但我不怕风暴 因为我正在学习如何驾驭我的船 回家吧 亲爱的 我会找到你的脱靴器的 我想这就是你在我的东西里 翻来翻去要找的吧 男人真是没用 妈妈 Amy带着一种嘱咐的强调说 把她的丈夫逗乐了 你们安顿下来以后 准备做些什么 赵问道 一边帮Amy扣着斗篷上的扣子 就像当初常常帮她 扣上危险一样 我们有一些计划 现在还不想都说什么 因为我们还刚刚结婚 但我们并不想无所事事 我会非常投入的去做生意 让爷爷高兴 并且证明给她看 我没有被宠坏 我需要做一些诸如此类的事来 让自己稳定下来 我已经厌倦了 有时候好闲 想不想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 去工作 Amy呢 她准备感谢什么 骂着太太们 她非常满意 老蕊的决心 还有她说话时的那口劲头 在下坐林右舍 经过礼仪 炫耀过我们最好的帽子以后 我们将是住宅中 充满高雅的好客气氛 接纳显赫的社交界人士 给世界施加良好的社会影响 到时候 这会是你们大吃一惊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对吧 雷卡米耶夫人 老蕊带着 爷女的神色 看着Amy问道 等着瞧吧 我们走吧 冒事鬼 不要在我家人面前挖空我 这样会吓着他们的 Amy回答 决心 在办一个沙龙 成为社交界的王后之前 先要有一个家 你家里有个好妻子 这些孩子在一起 多开心啊 马之先生评论道 年轻夫妻走了以后 她发现自己的精神 还是无法集中到 她的压力是多得上来 是啊 而且我相信会延续下去 马之太太补充道 带着一个把船舶安全 带入港湾之后的 领航员的安心的表情 我敢听他们回答 幸福的Amy 说吧 Jaw叹了一口气 然后灿烂地笑开了 因为 这时巴尔教授 正急躁地把院门 一推 给推开了 那天傍晚 Laurie不再为脱血气 而烦恼了 Amy却在转来转去 摆放着 她那些新的艺术真品 突然 Laurie对她的妻子 叫了一声 Laurie的太太 我的夫君 那个男人 想起我们的照 我想希望这样 亲爱的 你不是也一样吗 我的宝贝 我认为 她是个好样的 十足体现这个词的含义 但我实在希望 她能年轻一点 富有得多 哎呀 Laurie 不要过分挑剔 眼光势力了 如果他们互相爱慕 不管多老 多情都没关系 女人绝对不该为了 前嫁人 Amy马上刹车 因为 她说漏了嘴 她看着她的丈夫 她却做故作 庄中的回答 当然不该这样 尽管有时候 你劝乎听见 迷人的姑娘们说 他们准备这么干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你也曾认为 该嫁一个有钱老 也许这可以解释 为什么你嫁给了 我这样一无是处的人 哦 我最亲爱的男孩 别 别这么说 当我对你说 我愿意的时候 我忘了 你很富有 即使你身无分文 我也会嫁给你的 而且有时候 我真希望你很穷 这样就能显示出 我有多么爱你了 于是 在公众场合十分精致 而在私底下 却十分温柔的Amy 又令人幸福的行动 证明了她的话的真实性 你 并不真的相信 我是这么一个 为了仕途的人 尽管我一度想这样做 对吧 如果你不相信 哪怕你要靠在湖上 操讲为生 我也愿意 以你同桌共济 你就会大大的 伤了我的心 我是个瞎了眼的白痴猫 我怎么能这么想呢 你为了 我拒绝了一个更有钱的人 而且 当我有权 给你 我想 给你的东西 是 你连一半都不要 每天 都有姑娘们 这样为了 钱嫁人的 这些可怜仇 还受到教会 以为这是他们 唯一的出路 但你受到了更好的教育 尽管我一度 为你担心 那 我并没有释放 因为 这个女儿得到了 母亲的真传 我昨天 对妈妈讲了 她看上去 那么高兴 那么感激 就好像 我给了她一张 一百万元的支票 让她 做慈善捐款似的 你 不再听 我这道德演讲啊 老人是太胆 Laurie挺顿了下来 因为Amy的眼睛 虽然紧盯着她 却 带着一副 心不在焉的样子 没有 我再听 同时在欣赏 你脸上的 那个酒窝 我不想 让你沾沾自喜 但我不能不承认 比起我丈夫的金钱 我 更为她的英俊而叫 别笑 一着鼻子 给我莫大的安慰 说吧 Amy 带着艺术家的满足感 轻轻抚摸 这线条 分明的气宽 Laurie一生中 接受过许许多多赞赏 但没有一个像这样 更重她的心意 便直率地流露出来 尽管对她妻子 这特殊的 癖好 不免 取笑一番 只是Amy 慢慢地问道 亲爱的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如果赵当真 嫁给了巴尔先生 你会介意吗 哦 原来 是为了这个是吗 我还以为 我的酒窝 有什么 让你不高兴的地方呢 我可不是个 自己得不到 也不让别人得到的家伙 而是个世上 最快乐的人 我可以向你保证 最重要的婚礼上 我的心情 也会像五步一样轻松 你 对此有怀疑吗 我亲爱的 Amy仰头 看着她 心里得到了满足 她 这个小小的 出于嫉妒的恐惧 永远消失了 便脸上 充满着爱意 信任地 向她道谢 我希望 我们 可以为那个 老好人教授 做点什么 我们能不能 虚构一个 有钱的亲戚 虽然心愿地 在德国死去 给她留下 一小笔不错的财战呢 Laurie说 这是他们开始 手挽着手 在这长长的 客厅里来回走动 这是他们喜欢做的 因为 这是他们想起了 那个 城堡花园 赵惠 发现了我们的计划 然后 把一切都毁了 她 为她现在的本色 非常骄傲 昨天还说过 贫穷 世界美好的事 上帝保佑她 可爱的心灵 等到她 有一个 有了一个学者丈夫 还有一个小达的 小男女教授 要抚养 就不会这样想了 我们现在 且不要插手 直到一有机会 就好好帮他们一下 不管她愿不愿意 我受到的教育的 有一部分 该感谢周 而她相信人们会 诚实地还清 他们欠的人情的 所以 我会用 那种方式 来报答她 有能力帮助别人 有多愉快 不是吗 这是我一直怀着的 一种梦想 可以 有能力 自由地施舍 真敢感谢你 这个梦想 已经实现了 哦 我们 会做很多善事 对吧 有一种贫穷 我特别想 加以帮助 真正的乞丐 会得到照顾 但是 贫穷而高尚的人们 却 过得很差 因为 他们不会提出要求 而别人 又 不敢给他施舍 但 如果一个人 懂得如何去做的 十分巧妙 不是冒犯他们的话 还有 是的 还是有很多方法 可以帮助他们的 我要说 比起 花言巧语的叫花子 我更愿意去帮 一个 破乱的绅士 也许 这是不对的 但 我就是这么想的 尽管这样做 会更困难 因为只有自己 是绅士 才可以做到 这个 为家长 赞歌学会的 另一名成员 补充道 谢谢你 我怕 我不配得到 这样美好的赠赞 但 我想说的是 当我在国外 游荡的时候 我见到很多 有才华的年轻人 做着各种各样的牺牲 忍受着真正的 艰难困苦 为了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们中有些人 喊出色 像英雄那样工作着 一贫如洗 无亲无故 但是满怀着勇气 耐心和理想 是我为自己感到羞愧 渴望能被他们 以恰当有效的帮助 能帮助这样的人 是一件让人满足的事 因为 你假如他们 有天赋才华的话 免许别人帮助他们 你不让他们的才华 因为缺余少时 而消失或枯竭 这是一种值得 称赞的善举 如果 我们没有天分的话 那么去安抚 这些可怜的心灵 使他们发现 这一点是能远离失望 也是一件 颇为愉快的事 是啊 真是如此 而且还有一种人 他们不愿求人帮助 却默默地忍受着 我多少知道 一点这种人 因为 在你像传说中 国王对女盖所做的 那样把我变成一个公主之前 我就属于这一群 老人 有抱负的姑娘 过得不容易 常常不得不 眼看青春 健康和难得的机会 擦肩而过 只因为在恰当的时候 缺少一点帮助 人们一直对我很好 无论何时 当我看到 女孩子们 像我们过去那样 在挣扎奋斗 我就想伸出手 去帮他们一把 正如 我也得到过帮助一样 你是该这么做 你原始活像一个天使吗 老人大声说着 在一阵博爱的热衬中 决心要捐重 创建一所 专为有艺术才能的 年轻女子 提供帮助的机构 妇人 没有千里坐下 独自享受 或是积蓄财富 共他人挥霍 并且活着的时候 聪明地使用金钱 使别人快乐 并从中得到享受 死后 留下一颤 就不够明智了 我们会快乐地享受人生 并且 靠慷慨地 让别人也尝到生活的乐趣 为自己的快乐增添 额外的滋味 你会做一个小多家吗 为了来来去去 把一大筐的被符 送给人家 并用扇形来装满它 如果你要做一个 勇敢的圣巴顶 在英勇地 寻行世界的途中 顶下把自己的斗篷 给挤开逼上 那么我也会 以我的全身心 去从事的 那就这样说定了 我们要争取最好的结果 于是这对年轻夫妇 为此握了握手 然后又开始快乐地 朝前躲步 觉得 他们这舒适的家 更温暖了 因为 他们希望把光明 带给其他的家庭 深信 如果他们能为别人 产平道路上的坎坷 自己的双足 便能沿着 面前这条 繁花似锦的道路 越走 越坚挺 并且 觉得自己的爱心 贴得更紧密了 这种爱 会 使他们温柔地想起那些 不如他们 那么幸福的人们 小妇人 第四十五章 Dessie和Demi 我觉得作为一个 March家族的谦逊的 编识者来说 如果不把至少 一张献给这个家庭中 两位最可爱 最重要的成员的话 是没有尽到责任 Dessie和Demi 这是已经 到了董事的年龄 因为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三四岁的小孩子 就敢于要求 维护自己的权利 而且 可以得到的 比他们的长辈 要多得多 如果说 这世上 有一对双胞胎 会因为 被爱而友 被完全宠坏的危险 那就是 这两位讲话 奶声奶气的 小 布鲁克勒 当然了 他们是所有孩子中 最出色的 就可以通过 我将要提到的 这些事实来证明 他们 八个月就会走路 十二个月 就能流利地说话 到了两岁 他们便在餐桌上 就坐 表现出的礼仪 让旁观者 都看得入迷 到了三岁 Daisy要求 给他针线活 还真的做成了 一个包 在上面 缝了四针 他还在 一只餐具柜内 干起了家务活 以如此熟练的技巧 使用一只 微型炉灶 是汉娜眼中 用出了 骄傲的泪水 而 Demi则 跟他外公 学字母 外公 创造出了 一套全新的 教授字母表的方法 那就是 用他的手臂和腿 来组成 一个个字母 这样组成了一套 从头到脚的体操 这个男孩 很早就表现出了 关于 机械方面的才能 使他的父亲 很高兴 但母亲 却被搞得 云头转向 因为 他试图 仿制所有看到的 机械装置 从而把育儿室里 搅得一团糟 例如 他造了一个防纫机 那是用绳子 椅子 亮衣架 和线轴 组织的神秘的结构 要几只轮子 来使他转呀转 还要一只篮子 挂在椅子背上 他徒劳地 想用它 来把那些 亲信的妹妹 装在里面 提升起来 而他带着女性的 现身精神 任凭他的小脑袋 撞了又撞 直到 有人前来搭救之时 那 小发明家 静 愤怒地宣称 怎么了 妈妈 那是我的升降机 我在想法 把它吊上去 尽管性格截然不同 这两个双胞 兄妹 相处得 异常容驾 很少有一天吵架 超过三次的 当然了 Demi 暴君般统治着Daisy 却勇敢地保护她 不受任何别的侵入者的攻击 Daisy则自愿充当苦意的角色 把她的哥哥 当成世上最完美的神 来崇拜 Daisy是个脸蛋红扑扑 身着圆滚滚的 阳光般灿烂的小东西 她能让每一个人敞开心扉 让她进入 并且 潜伏在那里 她 是一个那么迷人的孩子 好像生来就是 供人亲吻拥抱 像个小女神似的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让人爱慕 在所有的喜庆场合 赢得一致的称赞 她所拥有的小小美德 是如此可爱 都快使她成为天使了 要不是些 要不是些许挑皮 打蛋的行为 让她保留了 快乐凡人的特征的话 在她的世界里 没有风雨阴晴 每天早上 不管是下雨 还是出太阳 她都要穿着小睡袍 盘上床台远眺 说着 哦 好天气 哦 好天气 每个人都是她的朋友 即使是陌生人 她都会充满信任的 给予亲吻 是最顽固不化的单身汉 悔不该保持独身 喜欢孩子的人 则变成忠实的崇拜者 所有的人 有一次她这么说 张开她的双臂 一只手拿着条羹 一只手拿着杯子 好像在渴望拥抱全世界 并普世思雅 随着她逐渐成长 她母亲开始觉得 这歌房会因着宁静可爱的居住者的存在而蒙神佑 正是她让这老房子变成了一个家 这位做母亲的还祈求上帝 不再让她遭遇不幸 就像最近那次一样 这使他们懂得了 在不知不觉中 他们已经拥有了一位天使有多久了 她的外公老是把她叫做贝斯 她的外婆不知疲倦地专注地看着她 似乎要第一场过去所犯下的 除了自己没有别人察觉到的什么错误 Demi就像一个真正的北方老那样深信好奇 就是什么都想知道 一直在问 为什么 并且常常因为得不到满意的回答 而大发脾气 她还有一种爱好哲学的倾向 这是她的外公 十分欣喜 常和她进行苏格拉女士的对话 在谈话中 这个早熟的孩子时不时难到她的老师 让女性成员们 无法掩饰他们的满足之情 外公 是什么让我的脚能走路的 一天晚上 这位小哲学家 在上床之前 嬉闹了一阵 正在休息一沉思的表情 查看着自己身体上 那些活动着的部件 你这样问道 靠 你的小意识啊 Demi 那位折荣回答 一边颇有敬意地抚摸着 那个满头金发的脑袋 小意识是什么 那是猫中使你的身体能活动的东西 就像我表里的发条 是齿轮转动 我给你看过的 把我打开吧 我要看看 它是怎么站动的 我做不到 就像你打不开手表的一样 上帝给你上足了发条 你就一直走动 走得 它让你停下 真的吗 Demi领会了这个新的想法 褐色的眼睛睁大了 闪闪发亮 我像手表 那又上了发条吗 是的 但我没法给你看 是怎么上的 因为 等到我们能看到的时候 已经上好了 Demi摸了摸自己的背脊 像是指望 发现它像手表的背面一样 然后严肃地宣称 奥财 上帝 是在我睡着的时候 给我上了发条 接下来是一番详细的解释 他听得如此入神 是他那担心的外婆都发话了 我亲爱的 你觉得跟这个小孩子 说这些明智吗 他以聪明的 头盖骨都鼓起了 学会问些最难问题的 问得回答的问题了 如果他已长大 能问出这些问题 他就能接受真正的答案了 我没有把这些想法 灌输给他 只是在帮助他解开那些 已经存在于他脑袋里的想法 这些孩子 比我们都聪明 我好不怀疑这孩子 能听懂我对他说的 每一个字 好了 Demi告诉我 你把意识放在哪了 假如这男孩像 亚西彼得那样大刀 真的 苏格拉底 我不知道 他的外公 也不会吃惊的 但是只见他 像一只沉思的 小怪鸟 那样用 一条腿 站了一会儿 用一种 镇定的 确信 也要说道 在我的小肚皮里 那位老先生 便只好和外婆 一起大笑起来 宣布 这堂 四遍哲学课 到此结束 如果不是 Demi用 确凿的证据 证明了他 不但是个 新进哲学家 还是个正常的男孩 就真有可能 会引起母亲担心了 因为 在每一次 这样的讨论后 Hannah 先知先觉的 点着头欲言 这孩子 在这世上 活不长 他往往会 转来转去 干出些恶作剧 来打消 他心中的恐惧 这些恶作剧 是可爱 肮脏 淘气的小坏蛋们 用来 搞得他们的父母 云头转笑 而又开心的 麦格制定了 很多道德准则 试图执行 但是面对这些 早早 就显得 是狡猾 名牌 能守的男女 小人 所使出的 可爱诡计 巧妙的借口 和镇定自若的 大胆行为 哪个做母亲的 抵制得了呢 不准再吃葡萄干了 黛米 或使你害病的 妈妈对小家伙说 她在做 葡萄干布丁的日子里 老是自告奋勇地 跑到厨房来帮忙 我喜欢爱病 我这里不需要你 快走开 去帮 Daisy做小馅饼吧 她勉强地走开了 但心中的委屈 压得她 没精打采 等她不一会儿 来了个补偿的机会 她便以精明地 讨价还价 骗过了妈妈 既然你们 当了一回好孩子 你们喜欢什么 我就做什么吧 当布丁在锅子里 安全地发着叫 Mag领着她的 这两个助理 厨师上楼时这么说 当真 妈咪 Daisy问 多的是 怪念头的脑子里 晒线出一个 奇妙的主意 真的 随你喜欢 做什么都可以 目光端浅的母亲回答 思想准备 会要求她 把三只小猫 唱上五六遍 或是带着一家人 去买一个 便式的甜面包 不管怎么样吧 但Daisy 将了她一军 冷冷地印刀 那么 我们去把 葡萄干 钱吃光吧 多多阿姨 是两个孩子的 主要玩伴和知性密友 这三个人 把这所小屋 闹得天翻地覆 Amy阿姨 对他们来说 至今还只是个名字 Baisy阿姨 则很快淡化为 一片愉快的 模糊记忆 但多多阿姨 是活生生的实体 他们把她 看得比什么都重 对这种礼遇 她深深感激 但是每当 巴尔先生一来 Jaw 就把她的玩伴们 撇在一边 于是 聚丧与孤独 笼罩在 他们的小小心灵上 Baisy热衷于 东奔西跑 兜售她的亲吻 现在失去了 她的最好主顾 破产了 Demi则 以孩子的洞察力 很快发现 比起自己来 多多阿姨 更喜欢和 那个大胡子玩 然而 尽管受到了伤害 她还是隐藏起 她的苦恼 然而 她不认寻 去得罪 这样一个竞争对手 因为 此人在上衣口袋里 深藏着一个 巧克力 糖矿 还有一只 可以从套子里 取出来 任凭热心的爱好者 摇晃着玩的表 有人也许 会把这样的特许 看作是贿赂 但 Demi不这样看 继续带着冥想和 和蔼的 恩宠 这个大胡子 而 Demi在她 第三次来访时 就倾注了 她小小的爱慕之情 把她的肩膀 当成自己的宝座 把她的臂弯 当成自己的栖息之处 把她的礼物 当成无价之宝 男士们有时候 会突如其来的 对他们 特意讨好的女士们 小亲属 表示赞赏 但 这种虚假的 对孩子的喜爱 对他们并不适合 所以丝毫也骗不了人 但 巴尔先生的感情 十分真挚 也很有效 因为 诚实在感情问题中 就像在法律上 一样是最好的策略 他是那种和孩子 在一起 在一起感到十分自在的人 他那张充满男子气概的脸 在一张张快乐的小脸衬托下 显得特别耐看 他的事物 不管那是什么 让他日复一日的再次逗留 但没有一个晚上他不前来拜访 是啊 他总是说要找 巴尔先生 所以 我以为是他吸引教授来的 这位出色的爸爸被这假象所蒙蔽 全以为是这么回事 陶醉于和这个志趣相投的人 做长坦 直到 他能观察力更为敏锐的外孙 偶然的一句话点醒了他 巴尔先生有一天晚上到来了 在书房门口停了一下 被映入眼底的情景吓了一跳 只见 March先生面朝下趴在地上 可静的双腿伸向空中 在他身边同样趴着的是Demi 伸出他短短的穿了粉红色袜子的腿 模仿外公的姿势 这两个趴在地下的人 是如此认真而专注 都没有注意到旁观者的到来 直到巴尔先生洪亮的一声笑 Joe也大叫一声 脸上一副出怪露丑的尴尬相 父亲 父亲 叫上来了 黑色的双腿放了下来 灰色的脑袋抬了起来 这位前辈师长带着 泰然自说的庄重神情开了口 晚上好 巴尔先生 试陪一会儿我们快上完这一课了 喂 Demi 摆出这个字幕把它读出来 我认识的 于是经过一番拼命的努力 两条红色腿摆出了一个两脚龟的形状 这聪明的学生胜利地大叫起来 这是一个喂 外公 喂 他是个天生的伟乐 Joe笑道这时他的父亲把自己的身子收拢好 而他的外甥试图用头道力 以这唯一的方式来表达他对课程结束的满意之情 今天你干了些什么 小头皮 巴尔先生问到一边服气这位体操运动员 我去看了小玛瑞 那你在那干了些什么 我亲了他 Demi毫不掩饰地坦白说 哦 你可开始得真早啊 小玛瑞 对此怎么说 巴尔先生问到 继续让这小罪人忏悔 而这小罪人正站在他的漆上 在搜索他的背心口袋 哦 他很喜欢 他也欺了我 我也很喜欢 小男孩难道不喜欢小女孩吗 Demi嘴里塞得满满的 带着一副心满意足的表情问道 你这个早熟的小东西 你就要说 谁把这放进你脑袋里的 就问道像教授一样十分欣赏 这天生的表露 他不在我脑袋里 他在我的嘴里 只知字面熠熠的Demi回答 伸出他的舌头上面 有一块巧克力糖 他以为 他指的是糖果 而不是想法 你应该给这个小朋友留几块 那甜食应该甜心 小大人 于是 马尔先生给了照一些 脸上的表情使他纳闷巧克力 是不是相当于神仙喝得甘露 Demi也看见了他的微笑 印象颇深 变天真的味道 大男孩是不是 你也喜欢大女孩教授 就像华盛顿小时候那样 巴尔先生也不会说话 所以他给了一个他 相信人们 有时会做出的 模琳两可的回答 他的语气 让巴尔先生放下了一刷 看了一眼 撞羞怯的脸 然后回到他的椅子上 脸上的表情仿佛表明 这个早熟的小东西 把一个田中带酸的想法 放进了他自己的脑袋 多多阿姨半小时之后 在瓷器棍里抓住了Demi 没有因为他躲在那儿 而难为他 反而用一个温柔的拥抱 使他差一点闯不过气来 而且在这番新奇的表演之后 敬给了他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 一大片面包和果子豆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 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 Demi的那个小脑袋官 使他被迫放弃 永远都得不到答案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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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